第41章清仓 行李完毕 各自落座后 正义奥黛丽的目光 扫过了愚者先生右手边摆放的那三张亵渎之牌 突地醒悟 自己这周忘记从心理炼金会 索取罗塞尔日记了 都在为贺温 兰比斯的事情烦恼 本来已初步调整好心态的奥黛丽 一下又沉寓了几分 这个时候 赢者加德利亚已对着斑驳长桌最上手 低头说道 尊敬的愚者先生 这周还是没有收到罗塞尔日记 神秘女王连续两周没有提供大地的日记了 这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悠闲坐在高倍以上的愚者克莱恩略感疑惑的同时 忍不住做出了不好的猜测 但他迅速就否定了这个可能 因为赢者女士一点也不焦急和担忧 以心之上将在神战遗迹夜晚梦境里表现出来的雏鸟情节 如果神秘女王连续两周未做答复 他绝对不会这么平静 说不定都准备向愚者祈求帮助了 也就是说 他这两周内有收到贝尔纳带的回信 只不过里面不包含罗塞尔日记 愚者克莱恩轻轻汗手 语气平和地回应了 赢者加德利亚不用着急 说完之后 他脑海思绪电传 分析起神秘女王贝尔纳带这么做的目的 首先 克莱恩排除了对方 以没有罗塞尔日记的可能 综合大地前后七座记录的频率 他推断所有的日记加在一起 肯定超过十本 贝尔纳带手中就算没有三分之一 一两本的数量肯定还是能凑出来的 而他之前提供的那些日记 只能算这里面的很少一部分 相对关键的一部分 其次 克莱恩不认为神秘女王 已从自己给予的回答理论 清楚了所有的真相 再次 他同样确定 对方不可能从那少量的反馈里 掌握简体中文的解读 毕竟他从未给予详细的翻译 只是含糊给出一两句答案 综合这三点 他怀疑是不是贝尔纳带 接下来将要提供的那部分日记 更加重要 更为关键 直指某些隐秘 或是非常特殊 让人不知道 要不要寻求答案 所以 这位神秘女王才会犹豫 应该是这样 不知道大帝会写些什么 而贝尔纳带 又是从什么地方 什么角度判断价值的 等下记得请您者 女士转达见面的请求 与者克莱恩若有所思间 道调人阿尔杰 以侧头望向星星伦纳德 很抱歉 还没有符合 你需求的神奇物品消息 这很正常 对应 呃 序列六序列五的神奇物品 本身流通的就少 伦纳德相当理解地点了点头 他原本做的笔直 可发现月亮 魔术师等成员 并没有太拘谨后 也悄悄放松了 对自己腰背的压迫 见状 克莱恩操纵世界 格尔曼斯帕罗 让他嘶哑着开口道 我有一件神奇物品 各方面能力 都很符合你的要求 只是负面效果较多 且难以规避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他指的是 海之炎全账 克莱恩之前一直没打算 把这件几乎需要封印的物品 卖给伦纳德 因为他觉得 诗人同学承受不住 海之炎的负面影响 什么不分敌我的高歌 什么半岛抽打 持有者的特性 什么容易被雷劈的缺点 都不是那么好规避的 只有能在挥晤之上 好好教育海之炎 并主要让赢家恩尤尼使用的他 才能不怎么受影响 甚至化不利因素为帮助 不过 想到伦纳德体内 寄生着一位 序列一的偷盗者 途径天使 克莱恩又觉得 对方不一定没办法解决 所以 最终还是决定询问一下 嗯 说来听一听 伦纳德相信 克莱恩不会坑害自己 表示愿意了解具体的情况 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描了 倒掉人一眼 才缓缓说道 能对瞄准的目标 释放闪电 他将海之炎 拥有的非凡能力 和负面效果 大致描述了一遍 听得伦纳德又是心动 又是皱眉 既然可以作为魔障 带着我飞行 我就算到了序列武林屋 也得寻觅到合适的灵 才有可能飞行 而且 攻击力真的不弱 特点也不单一 看他有没有办法 降低不好的影响 伦纳德沉引了好几秒道 我想考虑一段时间 下周给你答复 怎么样 没问题 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 一点也不意外地回应道 至于其余成员 哪怕最开始有点兴趣 听到海之炎的负面效果后 也都纷纷放弃了寻驾 这个时候 愚者克莱恩的思绪 却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那就是 要不要趁机 做个青仓大甩卖 他晋升序列四 成为半神半人的存在后 原本的许多物品和特性 蠕动的饥饿可以留着 就算为了旅行 也得留着 另外 他还可以放牧一位 序列四的圣者 有成长的潜力 而且 本身多种非凡能力的搭配 也相当不错 桑中左轮的价值 其实已经不是太高 但在开启了致命攻击模式后 对目标固定位置的打击 还是强过空气炮的 至少序列四阶段 还能用一用 嗯 他也有提升的空间 克莱恩脑海里 最先浮现的是 自己最常用的那两件物品 在他看来 只要能获得更强力的子弹 桑中 左轮完全可以打出可怕的效果 唯一的问题在于 那样的子弹 就等于高级符咒 哪里是那么容易搜集到的 就算自己寻找材料制作 也得考虑 向高位存在祈求是否能成功 会不会有反噬 这方面 克莱恩初步有几个方案 分别是 向女神祈求 请水银之蛇威尔 昂塞汀提供帮助 通过伦纳德 找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 借用挥物之上神秘空间的力量 也就是30782那里 在窃取点永恒猎羊神血的力量 扬言子弹 绝对是恶灵类生物的克星 怎么借用挥物之上 神秘空间力量的材料 我也有了初步的想法 阿蒙的十只虫可以做 窃运者符咒 我的灵之虫 应该也能用来做超凡子弹 但具体怎么操作 还得请教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 克莱恩对接下来 与伦纳德的对话 又多了几分期待 灵之虫 是他自己为那透明如虫命的鸣 紧接着 他考虑起别的物品和特性 太阳凶真 我目前欠缺这方面的能力和物品 虽然完全可以通过操纵灵体之线 来对付恶灵 但也可以留一留 让指人天使多一种变化 而且有的时候 还得借给达尼兹 雪之花戒指 这个卖不掉 塔罗聚会又没有极光会的成员 还是继续让灵友使用吧 多一条命 也许就会多一份希望 绿华戒指 这个可以卖掉 我本身已经能转移疾病 蠕动的饥饿内 还放目着医生 鱼人秀定 这个也没什么用了 短时间需要 我可以自己编大型鱼类 长时间的话 完全能来挥舞之上 用海神权杖附加效果 断指 不知道有没有人要 而且 那个老鼠半神 为什么会被封印 还没调查清楚 这或许有用 净化子弹 裂魔子弹 驱邪子弹 分别还剩一枚 六枚和两枚 随便用用就没了 没必要卖 生物毒素瓶 唉 这一直没卖出去 一语者的气息 这个可以用来做 符咒或子弹 暂时不卖 可问题在于 我难道要向宇宙 暗面蹊跷 还是算了吧 看以后有没有 别的替代方案 一份审讯者非凡特性 一份疯子 非凡特性 15毫升 千面狩猎者血液 40克灵界掠夺者粉尘 六亿石像鬼的眼珠 这些在塔罗聚会上 没有需求 以后说不定 还能用来赏赐 海神的信徒 罗斯德群岛的反抗军 一个个念头闪现间 克莱恩迅速有了决断 至于海神权杖 格罗塞尔游记 巨人王庭的钥匙 这类最少半神层次的物品 他目前根本不考虑卖掉 然后 他让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道 我有两件神奇物品出售 位阶都比较低 赢者加德利亚当即回应道 位阶低不表示没有用 许多低序列的能力 甚至可以在序列5的战斗中 扭转局势 我很有兴趣知道 你那两件神奇物品的详细情况 克莱恩轻轻点了下头 将鱼人秀定和绿华戒指的作用和缺点 都讲了一遍 莫了道 鱼人秀定500磅 绿华戒指1000磅 他话音刚落 正义奥黛丽就微举了下手臂道 我想买下鱼人秀定 他真正想说的是能都要吗 毕竟那两件神奇物品的负面效果 都非常小 不过 考虑到别人还有需求 自己不能什么都拿走 奥黛丽最终还是决定要鱼人秀定 这能为他提供另一层幻灵保护 让他不容易被抓住 而最重要的是 他原本不会游泳 这能有效弥补他的短板 至于炎热和干燥时容易疲惫的问题 他并不担心 因为无论冬切斯特郡 还是贝克兰德 都少有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 湿度也比较高 见正义小姐看中了愚人秀定 其余成员皆理智放弃 没有一个加价 交易迅速达成 紧接着 道调人阿尔杰买下了绿华戒指 对他来说 虽然水领域有一定的治疗法术 但都不如这专业的物品 作为一名经常需要肉搏的非凡者 这实在太重要了 而所谓的招惹蚊虫 阿尔杰完全不在意 因为他皮肤底下有幻灵 不怕叮咬 交易环节过后 月亮埃姆林清了清喉咙 抢先开口了 第42章 共同行动 月亮埃姆林 双手不自觉交握在了一起 下巴微抬 看着斜对面的魔术师小姐道 我已经确认 德莱尔森林废弃古堡的事情 是血族内部对我的一个试探 隐瞒了非常关键的情况 说完这句话 他就像泄掉了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 不再像前面几天那么犹豫 为难 不好意思 他顺势环顾了一圈 看了看赢者女士 和道调人先生的反应 发现他们似乎早有预料 一点也不意外 看来上次魔术师小姐说 情报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有所猜测了 艾姆林暗自点头 抢在魔术师福尔斯回应前 又补充了两句 非常抱歉 我会退还你300磅情报费的 另外 再补偿你300磅 还有 我会对故意提供 不完整情报的那个血族 进行承见 月亮 先生虽然态度总是显得高傲 但面对错误时 还是相当诚恳 没有招理由推卸责任 不过 我都拿到古老怨灵的诅咒物 和残余灵性了 事情也已经过去 他又不是有意害我和修 没必要所求太高的赔偿 魔术师福尔斯牢记修的叮嘱 没有和他对视 自顾自开口道 这只是一个失误 不用补偿 退还情报费就足够了 他话音刚落 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既然废弃古堡的情报 源于血族的试探 那自己和修会不会 已经被血族的成员盯上 福尔斯终于忍耐不住 侧头看了修业 只见这位审判小姐 微微摇了摇头 示意她没发现 自己两人有被谁监控 这 福尔斯一阵疑惑 难以理解 他随即发散开思绪 回忆当时的状态 我们隔了好一段时间才去探索 血族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了 小镇旅馆的老板 知道那座废弃古堡 他是血族假扮的 不对 当地好些人都清楚这件事情 只不过 那里太过偏远 又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残留 所以 除非打猎采摘中途路过 平时不会有人前去 不对 废弃古堡那么危险 为什么在那里避过雨的人 一点事也没有 只说阴森森的有点可怕 嗯 血族平时 有封锁 前往地底的通道 为了试探才提前开启 这说明确实有监控 呃 因为古堡太危险 监控在外面森林 而不是里面 我和休犹豫迷路 绕过了监控者 没被发现 语者先生没做提醒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 回去再注意一下 福尔斯念头电转间 月亮埃姆林沉吟了一下道 好 他没有坚持要 加倍退还情报费 因为他认为 最好的补偿 是对欧内斯 伯雅尔做出惩戒 而非给钱 然后 他等待起魔术师小姐 询问会怎么惩戒 打算趁此机会 咨询塔罗聚会其他成员 看能否获得不错的意见 魔术师福尔斯则考虑到 那是血族内部的事情 认为自己虽是受害人 但既然月亮先生 没有主动提供方案 也得顾及下对方的面子 不要追问太多 直接等待结果 看是否满意就行了 巨人居所般的宫殿 随之变得安静 气氛一时有点奇怪 正义奥黛丽看了看对面 瞄了瞄旁边 嘴巴微敏了一下 好奇问道 月亮先生 你打算怎么承见那位血族 呼 月亮埃姆林无声吐了口气 下意失望了世界 格尔曼 斯帕罗一眼道 他也是受伤曾吩咐才这么做 我认为 他的错误 还不至于必须用生命来抵消 埃姆林这言外之意就是 世界先生 你不用插手 这件事情 不需要弄得那么激烈 见青铜长桌最下方的世界 为作反驳 埃姆林将目光投向了对面 我准备 将那个血族 引到大地母神教会 在贝克兰德的某个教堂内 参加了这么多次塔罗聚会 埃姆林就算再不屑于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也知道了 要掩盖自己在现实世界的情况 所以 他没具体提丰收教堂 大地母神教会 在贝克兰德城内 只有一座教堂 那就是丰收教堂 剩下的 都位于郊区和周围乡村 星星伦纳德忍住笑意 抬头看了眼高高的穷顶 你想让大地母神教会的非凡者 进化那个血族 魔术师弗尔斯 诧异脱口道 在他看来 这和直接杀死对方 没有任何区别 月亮埃姆林 一时进步之该怎么回答 就在这个时候 引者加德利亚主动查研道 大地母神教会有拉血族入教 让他们改变信仰 成为牧师主教的习惯 这样 正义奥黛利若有所思地 瞄了对面的月亮先生一眼 没让对方察觉 让那个血族成为神职人员 每天去教堂祈祷 做义工 洗涤心灵 很长时间内无法摆脱 月亮先生的惩戒方案 好恶毒啊 不过 我喜欢 那家伙害得我和修差点被堕落力量污染 成为古老怨灵 魔术师福尔斯一下 有了兴趣 开口问道 月亮先生 你打算怎么把那个血族 引到大地母神的教堂里 有成熟的方案吗 也许我可以提供帮助 嗯 你自己得小心一点 不能为了承接对方 让自己也进入大地母神的教堂 那样 那样你只能向雨者 先生祈求帮助了 当然 那或许就是雨者先生想要达到的目的 让大地母神教会内部多个自己人 福尔斯说完之后 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 听到他的话语 星星伦纳德 差点笑出声音 他无比确定 月亮先生就是丰收教堂那个埃姆林 怀特 很显然 这位血族已经是大地母神的教师了 这和溺水的人 将别人拖入水中 有点相像啊 伦纳德克制住笑意 看了世界 格尔曼斯帕罗一眼 发现这位前同事 没有任何情绪的浮动 非常深沉 这让他忍不住想到 这是小丑的能力 还是克莱恩 已经习惯这种状态 斑驳长桌最上手 愚者克莱恩 险些伸手捂住嘴巴 他没想到 埃姆林竟然这么有创意 这和传销有点一样 又有点不一样 毕竟埃姆林知道 这不是什么好事 克莱恩后靠着椅背 饶有兴致的期待起接下来的发展 上次治疗时 正义小姐说的 不要始终戴着厚厚的面具 他一直记得 并在有机会的时候 尽量去做 以维持精神的健康 而听到魔术师小姐 关心话语的月亮埃姆林 更多的是尴尬 因为他现在每天 都要进几次大地母神的教堂 连想休个周末 都会不自在 他又清了清喉咙道 我暂时还没有 拟定成熟的方案 想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嗯 我希望尽量不要有 太激烈的战斗 这很难控制住局面 也希望不直接暴露身份 魔术师小姐 你想参与没有问题 但我们绝对不要碰面 所谓不直接暴露身份 就是说 欧内斯 伯雅尔和其余血族 能够猜到 是他做的这件事情 没有关系 这正是一种震慑 但最好不要拿到 明确的证据 魔术师弗尔斯恩了一声 模仿着各种聚会里的 经验丰富者道 首先 你要告诉我们 那个血族大致 相当于序列级 擅长什么 月亮埃姆林 早有准备地说道 相当于序列五 战斗经验还算不错 擅长制造满月效果 满月效果 魔术师弗尔斯愣了一下 张了张嘴巴 却未能说出任何话语 等到月亮埃姆林介绍完 他才敢笑了一声道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另外的事情 可能不太方便参与 处于类似满月的状态时 他会听见 门先生的抑郁 而这就意味着 他会被目标血族 瞬间中创 失去战斗能力 埃姆林微微皱起了眉头 对魔术师小姐 前后态度的变化 充满不解 这时 我可以参与 只要相应的战利品 分我一份 审判小姐的语气好坚定 就像 他要复仇一样 月亮埃姆林 暗自嘀咕了一句 又描了 苗英哲女士 和倒掉人先生 发现这两位 暂时都没有开口的意愿 似乎想看一看 贝克兰德的塔罗会成员们 能商量出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因为这涉及朋友的事情 又可能成为塔罗会成员 共同参与的第一个任务 正义奥黛丽颇有兴趣 在观察了一阵后 与此时斟酌着说道 我也许可以催眠那位雪族 让他自己去大地母神的教堂 不过 要想不暴露自己 并且成功率较高 我催眠那位雪族时 他最好处于失神 或半昏迷状态 月亮先生 你能办到吗 月亮埃姆林 正要结合自己的能力 和物品思索 有什么办法 旁边的星星伦纳德 突然笑了一声 这个简单 但我只负责 让那个雪族昏迷 当然 前提是 必须有足够准确的情报 主要是行动轨迹上的 他话音刚落 审判修点了点头道 我擅长跟踪和调查 情报的事情 可以交给我 嗯 首先 月亮先生 你要告诉我 那个雪族的姓名 地址和样貌 好 月亮埃姆林 先是松了口气 玄机有点迷茫地说道 那整件事情里 我需要做的是什么 还有 你们想要什么报酬 第43章导师阿尔杰 听到月亮的问题 塔罗会其余成员 才发现 经过一番讨论后 这次承接的主导者 反而没什么事情做了 按照刚才的规划 他只用提供相应的姓名 地址和样貌 就可以耐心等待结果 审判 小姐负责跟踪和调查 摸清楚目标的行动规律 正义小姐和星星先生 根据反馈 挑选出一个 对双方都合适的地点 然后 由星星先生 再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 让那个雪族昏迷 正义小姐随之抓住机会 完成催眠 让目标自行前往预定地点 这整个过程 就没有月亮什么事 嗯 正义 奥黛利真拙了吓道 月亮先生 你需要做的是 保证被催眠的那位雪族 前往教堂的途中 不遭遇意外 不出现挣扎 不被谁救走 说到这里 奥黛利忽然发现 之前的计划有个问题 连忙补充道 如果那位雪族 被大地母神教会非常抗拒 催眠的效果会比较差 所以 我打算在催眠里 尽量规避这一点 灌输给他 抓住某个憎恨对象的念头 让他在追逐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 就进入预定的教堂 嗯 由你来担任 这个被增悟的对象怎么样 这需要你有足够的自保能力 可以维持距离 不被追上 没问题 月亮埃姆林略做陈吟 就答应了下来 在奥尔默公爵 已经清除 调序列五人造吸血鬼 非凡特性内精神污染的情况下 埃姆林只需要等待一次满月 就能成为子爵 和欧内斯 伯雅尔站在一个水平线上 而下周就有这样的机会 到了那个时候 他不认为掌握着 十足指环的自己 会被同为子爵的家伙追上 实在不行 还能再向魔术师小姐 租赁那本魔法书 我记得 上面有封领域的能力 埃姆林对此相当有信心 他旁边的星星 伦纳德听完他和正义小姐的对话后 莫名对催眠产生了些恐惧 于他而言 正面战斗再怎么可怕 都比不上自己 做出违背自己想法的事情 还不自知恐怖 他缓了一下 回应起月亮埃姆林之前 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我的报酬和审判小姐一样 拿一部分战利品 对伦纳德来说 整件事情就是在预定的位置 预定的地点 将预定的目标 强制拉入梦境 其后就可以离开 不用关心是否会成功 是否有意外 简单的 就和去咖啡店 管点一杯迪西咖啡一样 唯一需要在意的是 不能暴露自己 所以 他不太好意思 提前要报酬 打算从最后的战利品里分润 另外 他认为这是自己 融入塔罗聚会的必经之路 不需要太计较 正义奥黛利侧头 瞄了眼审判修 收回目光 微露笑容道 我和星星先生 审判小姐的要求一样 嗯 战利品各取四分之一 他其实并没有一定要拿报酬的想法 因为他觉得 那个血族欺负了塔罗会的成员 欺负了自己的两个朋友 承接对方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他之所以索取战利品 是照顾月亮先生的心情 害怕自己义务帮忙 会让这骨子里骄傲的血族尴尬 羞愤 而且 月亮先生 现在也没什么钱 只能将报酬引导向战利品 奥戴利默默在心里又补了一句 虽然他没有刻意地计算过 但依据观众对细节的把握和记忆能力 他相信 花费5000磅购买序列五人造吸血鬼 非凡特性后 月亮先生的财政情况 已经不是太乐观 而这次还把赚的情报费退了出来 四个参与者 每人拿一份战利品 这很公平 月亮艾姆林点了下头 环顾了一卷道 还有什么意见吗 魔术师福尔斯略 有些不敢相信的开口道 就这么简单 那可是一位相当于序列五的血族啊 我听你们的计划 好像很简单就能成功 在他心里 序列五在野生非凡者圈子里 绝对能称得上厉害 有的甚至是聚会的主导者 那些强大的海盗将军 也不过这个序列 可是 星星他们刚才的讨论里 这样一个序列五 却轻轻松松就能解决 似乎没有一点难度 听到他的问题 星星伦纳德想了想到 只要那个血族 没有克制我能力的物品 哪怕他相当于序列五 我也肯定能让他昏迷一段时间 就看正义小姐 能不能把握这个时机了 如果安排好了地点 预先做好了准备 我没有问题 正义奥黛利 做出确定的回答 他心里其实有点忐忑 毕竟从未参与过真正的战斗 但他对自身非凡能力 和神秘学心理学领域知识的把握 让他有自信 说出这样的话语 魔术师福尔斯听完 两人的回应 呼得有些恍惚 不知不觉 除了世界 先生 塔罗会其余成员 也有解决序列五的能力了 也是 正义小姐 早就是序列六的催眠师 有同层次非凡者配合的情况下 确实有较大把握 催眠一位序列五 就在月亮 埃姆林感觉事情已经敲定 无需再问识 刚才一直旁观的 道调人阿尔杰开口了 作为隐秘组织的成员 我认为 任何事情 都要往深一层去想 啊 月亮埃姆林 和星星伦纳德略赶茫然地 将目光投向了道调人先生 正义奥黛利和审判修仙是一症 玄机隐约把握到了点什么 道调人 阿尔杰清了清喉咙 看了身旁的太阳 戴里克一眼道 既然德莱尔森林废弃古堡是试探 那摆在明面的血族 为什么不能也是试探 就是这个道理 我就知道 道调人先生会主动提醒 与者克莱恩操纵世界 格尔曼 斯帕罗点了点头 因者 加德利亚看向道调人的目光 则多了几分暂训与认同 这 月亮埃姆林眸光微缩 竟无法反驳 这个瞬间 他感觉自己 还是太大意了 星星伦纳得证了证 一下觉得自己 还是太散漫了 对整件事情 还没有足够的了解 就参与其中 不考虑是否有隐患 当然 这种风格 与他官方非凡者的身份 和思维模式 也有一定关系 还是道调人先生 考虑的严密细致 奥黛利 你还需要累积经验呀 正义奥黛利念头一转 主动问道 所以要暂时放弃惩戒 等血族无法维持 暗中的观察后 再行动 道调人阿尔杰 低笑了一声道 不需要放弃 多几个误导的行为 就可以了 他随即看向 月亮埃姆林道 第一 你将调查 那个血族的任务 直接发布给 贝克兰德的赏金猎人们 以他们的存在 掩盖审判小姐的行动 第二 确定动手地点时 尽量靠近正神的教堂 这能有效干扰 事后的占卜 第三 正义小姐 他们对付那个血族前 你要做出足够 引人怀疑 却不太显眼的行为 似乎要于 另外一个地方 做出报复 以此将暗中监控的 目光吸引过去 创造需要的机会 这和第一点 是结合在一起的 第四 等那个血族 被成功催眠后 你再过去引导 说到这里 阿尔杰顿了顿道 如果还能有 半神层次的 反战补反预言 那整件事情 就没披露了 当然 正义小姐 星星先生 你们行动时 一定要做伪装 不要留下痕迹 这些话说的 在场绝大部分成员 一愣一愣 尤其太阳代理课 更是难掩内心的 尊敬和佩服 虽然他没法 参与这次承接行动 但作为塔罗会的议员 对这种脉络清晰的事情 还是忍不住 会关心会思考 刚才一点也没觉得 月亮先生 他们的计划 有什么问题 所以 此时才由衷地感觉 道调人先生 在类似方面 实在实在太厉害了 月亮埃姆林 思索了下道 你的意思是 用我表面上的承接 掩盖正义小姐 星星先生 他们暗中的行动 就像是 就像是我表现的 要在目标 离开咖啡馆后 与广场某个角落行动 将目光全部吸引过去 而实际上 正义小姐他们 在咖啡馆内 就已经无人察觉地 完成了催眠 道调人 阿尔杰轻轻汗手道 就是这样 又学到了 道调人先生 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非凡者 正义奥黛利 完全明误 内心一阵雀跃 现在的问题是 哪里去找半神层次的 反战补反预言物品 或符咒 星星伦纳德 也是感觉受益不浅 岁主动询问道 他对自身倒是不太担心 毕竟体内 藏着一个天使老爷爷 魔术师福尔斯 饿了一声道 我可以将莱曼诺的旅行 笔记借出 上面有 天使之庸 我 我也拿一份战利品吧 说话的同时 他偷描了世界 格尔曼斯帕罗一眼 见这位先生没什么表示 才松了口气 他不知道的是 愚者克莱恩此时的想法 非常简单 天使之庸 这比指人天使好听多了 惩戒行动至此终于敲定 正义奥戴利没有犹豫 环顾了一卷道 我上周 见了心理炼金会评议团的委员 贺温 兰比斯 什么 贺温 兰比斯 是心理炼金会评议团委员 星星伦纳德 相当诧异地坐着了身体 有种立刻向大主教汇报 召集队伍过去抓捕的冲动 这是职业病 第44章 内心的恐惧 几乎是本能 伦纳德环顾了一圈 发现塔罗会其余成员 没有一个惊讶错愕 皆在仔细倾听 他们早就知道了 也对 我才第二次参加这个聚会 很多事情尚未接触到 这里牵涉的秘密真不少啊 伦纳德收回视线 恢复了刚才的坐姿 正义奥戴利略有停顿后 瞄了隔着两个人的审判休一眼 接着将目光投向了 道调人先生那边 继续说道 他试图对我做心理暗示 让我在平时多接触不同的贵族 了解他们在不同事情上的真实态度 然后转达给他 幸运的是 愚者先生让一位天使提供了祝福 我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影响 嗯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还能有天使提供祝福 伦纳德又一次愕然四股 结果依旧没看见 别的聚会成员 出现太过明显的情绪反应 当然 他对愚者先生神作之下 有天使存在这件事情 一点也不奇怪 毕竟死亡执政官这个称号 和相应的名字 他已经听了不知多少次 他只是单纯差异于塔罗会的成员们 似乎能经常祈求到这种层次的帮助 对这个隐秘的组织又高看了不少 与此同时 审判修敏锐把握到了几个关键词 贵族 心理炼金会 在结合正义 小姐朦胧身影里 呈现出来的金色长发 闭绿眼睛 他似乎已能联想到一个朋友 奥黛利 霍尔 不过 他无法确定 因为在鲁恩贵族阶层 金发 黑发 绿眼 蓝眼 都属于比较常见的类型 只是各自搭配不同 而且 没谁清楚 心理炼金会 究竟在这个圈子里 发展了多少成员 所以 仅凭刚才总结出来的那些特点 修认为不能直接指向奥黛利小姐 他试图做进一步观察时 道调人阿尔杰 以主动开口道 不需要太在意这件事情 各大正神教会 对地位相对重要的自身信徒 都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避免他们被刺杀 被催眠 这是上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经验 不会那么容易被破坏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心理炼金会真能那么简单 就操纵贵族 催眠他们 统治这个国度的 就不是王室和三大交汇了 很显然 事实与这矛盾 嗯 正像你说的那样 贺温 兰比斯只是暗示你 观察不同贵族 在不同事件上的真实态度 这说明他非常克制 没敢做得太过分 以免留下不必要的痕迹 另外 你在贵族圈子里的实际地位 应该也只是 处于边缘 没法直接参与各种政治事件 所以 相对来说 不会那么严密 这也是贺温 兰比斯 以你为目标的原因 道调人先生分析的好详细 虽然他以前也常常这么教导小太阳 他们 但都暗含了一定的索取 希望能从反馈里得到有用的信息 而这次却毫无类似的细节呈现 嗯 他刚才对惩戒行动提出的建议 也是 认真想一想 他这样的转变 似乎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只不过以前没有这么明显 我有所忽略 正义 奥黛利职业本能发作 快速对 道调人做了一个心理分析 他很快就有了一定的猜测 怀疑道调人先生 在做自我定位的转型 自从迎者女士加入塔罗会 展现出了海上的渠道和资源 道调人先生 就不自觉在寻求改变 试图与对方的作用区分开来 工匠尚未出问题前 这种变化还不明显 甚至道调人 先生自己 也没有清醒的认知和意识 直到最近 他似乎终于想清楚 想明白了 确实 要想维持在塔罗会里的定位 实力的提升是一方面 对整体能提供哪些帮助 有时另一方面 正义奥黛利思绪电传间 将注意力收束回了刚才的话题 他沉吟了一下 与其下意识变得凝重 这是否也同样表明 正神教会对地位重要的贵族 有做一定的监控 掌握和引导 这是他之前在 鲁恩慈善助学基金办公室内想到的 他无意识画出的那个图景 就体现了这方面的担忧 在心理学里 类似状态下描绘出的元素 往往不会指向具体而特定的事物 更多是一种抽象的表达 而冷酷的眼睛很多时候 体现的是对外在力量注视 监控 控制自己和家人的恐惧 结合无意识绘画前 对赫温 兰比斯心理暗示的担忧 对父母参加黑夜教会大弥撒时 主持者是贝克兰德大主教的回忆 奥黛利做出的解读是 自己不仅害怕着心理炼金会的催眠和暗示 还因此恐惧起正神教会 无法确定 他们不会直接利用非凡能力 对地位重要的贵族信徒灌输想法 引导他们 受正统教育的奥黛利来说 是一种亵渎和叛逆 所以 他当时精神一紧 连忙将承载着图画的那张纸烧掉 听完正义小姐的问题 道调人阿尔杰吃笑了一声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活在人类社会里 就必须接受一定的监控 掌握和引导 我明白你在害怕什么 但你想一想 用权势地位 金钱枪炮做出的掌握 引导 和用非凡能力做出的类似行为 本质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 一个知道自己不想做 但不得不做 一个连不想做的念头都没有 奥黛利当即点头道 对 这意味着 连灵魂和思想都失去自由 这是最恐怖的 道调人阿尔杰又一次笑道 哪有绝对自由的灵魂和思想 选择了信仰 选择了理念 自然也就会被信仰和理念束缚 嗯 仅就卢恩王国来说 三大教会并列 加上王室存在 彼此间实质上形成了一个制衡 如果风暴教会 对重要信徒做得太过分 那个信徒完全可以转头黑夜教会 所以 绝大部分情况下 正神教会更倾向于 利用宗教上的地位 信念上的接近 来引导重要信徒 而不是非凡能力 执衡 正义 奥黛利琢磨着这个单词 对王国上层圈子 对整个世界 一下有了新的认知 这是他以往有接触到 但没能深刻理解的词语 这个瞬间 他觉得自己许多观念 骤然成熟了起来 谢谢您的解答 道调人先生 奥黛利诚恳地用了刺劲称 那我该怎么应对贺温 兰比斯呢 道调人阿尔杰平缓说道 他的问题并不急迫 你完全有能力和他周旋 提供不太重要的情报 保守核心的秘密 寻找机会拿到魔药配方 甚至非凡材料 等过一段时间 有了相应的变化 再考虑更改策略 当然 也不能大意 尼根公爵就是错误的例子 他话音刚落 坐在斑驳长桌最下方的世界 格尔曼斯帕罗 就看着正义小姐 嘶哑笑道 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贺温 兰比斯死了 也不会有人怀疑你 就算贺温 兰比斯死了 死了 这可是一位半神啊 世界先生 有向贺温 兰比斯动手的想法 嗯 有可能 他一直在追查卡龙自杀案 就连贺温 兰比斯的真实身份 都是他告诉我的 正义 奥黛丽听的眼睛略微睁大 心中一片波澜 他之前最厌恶最害怕贺温 兰比斯的时候 也从未想过 要杀掉这位心理炼金会 评议团委员 只考虑该怎么规避引导 这一方面是因为 他根本没那种思维 另一方面 则由于 那是一位半神半人的存在 这可是亡国和教会顶层的力量 我明白该怎么做了 谢谢你们 奥黛丽随即小口吸气 礼貌道谢 克莱恩现在的口气不小啊 呃 他都想清除 阿蒙在贝克兰德的分身了 一个赫温 兰比斯 确实也没什么 星星 伦纳德感觉颇为复杂的 看了世界 格尔曼 斯帕罗也 赢者加德利亚等人 则各自默然 结束了心理炼金会的话题后 克莱恩操纵世界 格尔曼 斯帕罗 让他主动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 尊敬的愚者先生 我有事情 想和星星先生单独交流 克莱恩暂时不打算 让塔罗会其余成员 知晓清楚阿蒙分身之势 这不太利于保密 说不定反而会让他们 被阿蒙盯上 可以 愚者克莱恩 对于自己的请求 自然不会否定 星星伦纳德 一边感慨于 还有单独交流这种操作 一边减重点 将老头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的回复 告诉了克莱恩 包括十只虫 非凡特性流逝的问题 这让克莱恩突然明白了 该怎么利用自己的灵芝虫 制作符咒或子弹 先奋出几条 将它们杀死 等它们蕴含的特性 回归了本体 剩余的材料 就可以像十只虫一样 使用了 唯一的问题是 杀死灵芝虫 对我本身会有一定损害 毕竟每一条灵芝虫 都包含我一部分灵体 嗯 每次的控制数量 然后必须完全复原 才进行下一次 克莱恩若有所思的 让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回应道 我会尽快确认 隐秘是否会提供庇佑 给你一个答复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分别尝试搜集偷盗者 途经半神层次的封印物 当然 我也会想办法 辨别命运的嫁接 克莱恩目前不确定 挥物之上的注释 是否能看见命运的真实 就像能发现 信徒被寄生一样 因此打算等会用千指鹤 联系水银之蛇威尔 昂塞听 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 好 伦纳德一边付匪 要是偷盗者 途经半神层次的封印物 那么好获得 老头早就更进一步恢复了 一边微微点头 做出回答 第45章 没有回应的仪式 结束掉单独的交流 克莱恩转让世界格尔曼 斯帕罗 望向迎者加德利亚 请你转告神秘女王 我希望最近能和她见上一面 交流一些事情 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由她确定 神秘女王 原来迎者女士 代表着五海之上的王者 星星伦纳德先是一愣 旋即有所恍然 什么事情 迎者加德利亚略敢警惕地 微皱起眉头道 我会帮你转达 但她是否答应 我无法保证 嗯 世界格尔曼斯帕罗 简单点了下头 事已没有问题 这时 太阳代理克 终于找到机会 开口询问道 大家 她分别描了道调人先生 和世界先生一眼后 继续说道 我晋升光之祭司的仪式 是在纯粹的黑暗中 将全身埋入正常 不会融化的冰块里 嗯 在白银城 类似的冰块不难得到 可该怎么制造 纯粹又安全的黑暗 原来光之祭司的晋升仪式 是这样的 小太阳 真是诚实质朴啊 正义 奥黛利爱于经验和见识 无法提供有效的建议 只能将视线 投向心目中 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先生 而此时此刻 世界正抬手捏着鹅脚 愚者克莱恩 则在脑海里 快速思考解决方案 哎 如果是在外界 纯粹的黑暗非常好获得 正常不会融化的冰块最麻烦 白银城却刚好相反 那里的黑暗太危险了 置身其中 要么凭空消失 要么会遭遇奇异怪物的袭击 我倒是可以让伦纳德 提供点黑夜领域的符咒 调动挥物之上神秘空间的力量 利用小太阳的祈求 为它提供一片人造的黑暗 可问题在于 事前无法确认 这会不会同样带来 白银城常见的那种危险 这是占卜无法解决的事情 在不设计自身时 我只能判断 事情是否危险 应该在什么时间段进行 而那种环境下 多种因素混杂 危险的来源太多 嗯 等会召唤魔镜 阿罗德斯 询问一下他 克莱恩之前就有考虑过 小太阳晋升仪式的问题 可一直没能找到答案 见世界沉默 本来想说一句 纯粹的黑暗 非常好制造的伦纳德 悄然闭上了嘴巴 重新琢磨起太阳 刚才的话语 捕捉到了先前忽视的一个单词 安全 在神器之地 在白银城 黑暗等于危险 星星伦纳德 大致把握到了关键点 碍于不够了解 无法提供意见 终于 道调人阿尔杰开口了 他看了太阳代理科一眼道 我会帮你搜集资料 寻找办法 但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需要做一些配合 以验证是否可行 没有问题 代理科毫不犹豫 就做出回答 紧接着 他又补了一句 您不用太着急 我还有一个多月 才能消化掉公正人模样 道调人阿尔杰轻轻点头 表示 这不需要提醒 这时 迎者加德里亚斟酌了一下 望着太阳代理科到 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 你的晋升仪式 并不会维持太久 完全可以从增加在 纯粹黑暗中生存的时间 来解决这件事情 我记得你提过 置身无光的黑暗后 会遭遇两种危险 一时不知 从哪里冒出来的 奇异怪物的袭击 一时莫名消失 形同蒸发 前面那种好解决 你可以向首席申请一些封印物 或者直接请他守护 后面那种 我不够了解 你试着询问一下首席吧 太阳代理科仔细想了想 突然觉得 这确实是一个思路 而且有不小的成功可能 他随即惊喜回应道 谢谢您 迎者女士 交流和学习继续进行 聚会一点点接近了尾声 遇者克莱恩剑 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轻敲了下桌圆道 今天就到这里 您的意愿 就是我们的意志 正义奥黛丽等人 同时起身 恭敬行礼 等到他们的身影 消失在挥舞之上 克莱恩也离开这里 返回了现实世界 他先是掏出皮夹 翻找出威尔 昂塞听着的那个纸贺 将他展开于书桌上 随即拿起铅笔 简洁有力地写道 有事 重新折好纸贺 将他塞到枕头底下后 克莱恩躺至大床 真正地开始午睡 迷迷蒙蒙的梦境中 他又看见了 那片荒芜漆黑的平原 看见了那座高耸的尖塔 穿过旷野 穿过一山山木门 克莱恩抵达了熟悉的那个角落 一辆黑色婴儿车 从浓郁的阴影里驶了出来 裹着银色丝绸的威尔 昂赛厅吸了下右手拇指 没好气地指控道 你越来越不礼貌了 克莱恩甘笑了一声道 以我们的交情 没必要那么客套 对吧 威尔 昂赛厅哼了一声道 说吧 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 我最近遇到了阿蒙的分身 克莱恩直截了当地说道 小一儿的嘴巴一点点咧开 似乎要当场大哭 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道 我出生还没到一个月啊 不需要你做什么 我只是想请教一个问题 克莱恩赶紧补充道 威尔 昂赛厅抬起肉乎乎的手臂 挥舞了几下道 什么问题 克莱恩当即笑眯眯说道 阿蒙的分身能窃取别人的命运 顶替别人的身份出现 我想知道要怎么才能识破 这种可怕的事情 威尔 昂赛厅呵呵一笑 竖起食指 指了指天空道 祈求帮助啊 看来利用挥舞的力量 确实可以发现命运的嫁接 克莱恩松了口气 内心变得笃定 所谓的利用就是 他用密偶像语者祈祷 自己进入挥舞之上 通过代表信徒的那个光点 查看周围街区 寻觅异常情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等于语者的注视 相当于附加了真实视野 可问题在于 我不可能一直在挥舞之上观察 说不定两次观察间的空隙 阿蒙就进入伯克伦德街 做出什么事情了 克莱恩想了想 斟酌着又问道 你还有什么要提醒我的 威尔 昂赛厅片头没去看他 嘟嘟囔囔道 你这周的拜访我 我父母一次 在下午茶时间 没问题 克莱恩一点犹豫都没有 就答应了下来 小婴儿这才转回脑袋 小熙熙说道 你下周 周三或周四的时候 命运有些起伏 这样啊 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 看着黑色的婴儿车 缓慢退回了阴影里 从梦中醒来 他收拾了下物品 没有间歇地 开始布置祭坛 这一次 他祈求的对象 直接是黑夜女神 而非人造死神 这是防备阿蒙通过命运的变化 窥探到扰动的源头 发现不对 黑夜的卷者 怎么可能像人造死神祈祷 完成前置准备后 克莱恩抬手抹了下脸孔 变成了五官冷峻的格尔曼 斯帕罗 身高则不知不觉矮了几公分 点燃了最前方的两根蜡烛后 克莱恩又让代表 我的那根普通蜡烛 窜起了泛黄的火焰 最前方的两根蜡烛 一根是叶香草 生棉花制作的象征黑夜的蜡烛 一根是白丽花 也玫瑰等材料制作的 象征隐秘的蜡烛 紧接着 他制造灵性之强 滴洒满月精油 焚烧取悦神灵的草药粉末 一步步完成着仪式 到了最后 克莱恩退了两步 打开灵室 低声送念叨 我祈求黑夜的力量 我祈求隐秘的力量 我祈求女神的眷顾 我在贝克兰德 遇到了独神者阿蒙的分身 他在搜集偷盗者途径的 半神层次特性 我祈求能获得隐秘的庇佑 已完成清除独神者分身的任务 夜香草啊 属于红月的草药 请将我的祈求传递给女神 月亮花啊 属于红月的草药 请将我的祈求传递给女神 送念完毕 克莱恩耐心等待了一阵 然而什么都未发生 连一点响应都没有 这 女神处于掌握死神途径 唯一性的关键阶段 无法给出超越正常的回应 要不是是向人造死神祈求 反正如果有隐秘的庇佑 阿蒙就什么都看不到 若是没有 命运扰动的源头 也不会在这里 克莱恩一点点皱起眉头 结束一试 收拾起祭坛 他感觉自己得另外寻找办法了 等他处理好书桌 那片区域的事情 转过身体 预备走向安乐椅位置时 一道人影突然跃入了他的眼帘 那人影套着 有缝补痕迹的简朴亚麻长袍 腰间系着一根树皮脚成般的腰带 乌黑的长发肆意地披落往下 双脚为着斜袜 布满尘埃和伤痕 这是一位女士 她五官极为普通 幽黑的眼眸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可是 仅仅看到她 克莱恩的内心就变得极为安宁平和 哪怕陡然升起的惊恶戒备情绪 也无法撼动这点 第46章 阿罗德斯的恭贺 你是 克莱恩在一种相当复杂的平静状态里问道 那身穿简陋长袍的女士 轻轻汗手道 阿里安娜 隐秘之仆 隐秘之仆 阿里安娜 克莱恩眸光威宁 已是知晓眼前女士的身份 作为一名职业者出身的非凡者 阿里安娜这个名字 她怎么可能陌生 黑夜修道院院长 十三位大主教之手 将来可能的教宗免下 这无论哪一个身份 都是宗教学和神秘学里绕不开的常识 而隐秘之仆制的名称 克莱恩在罗塞尔大帝的日记里读到过 结合鬼秘侍者等相近意思的名称 怀疑 这指向天使未接 同时 依据非凡特性守恒定律 从有序列灵存在的情况下 阿里安娜不可能是序列一天使这点出发 克莱恩认为隐秘之仆 大概率是黑夜途径的序列二 这 女神不是没做回应 而是回应的方式很特殊 直接将自己的仆人派过来了 克莱恩心情复杂 难以描述 她沉默了几秒后 庄重行了一礼 下午好 阿里安娜殿下 在各大教会里 如果有天使未接的半神行走于地上 当面称呼时要加上殿下 这个后缀 以示尊敬 同样的 对教皇 教宗 牧手等神灵意志的代表 要加免下 另外 对于一教首脑 还可以用宗座 圣座 来代称 当然 很多时候 圣座也可以只带教廷所在 阿里安娜在胸口顺势针点了四下 姿态虔诚地回应道 愿女神庇佑你 她随即又说道 我是一名苦修士 你可以直接称呼我女士 是 阿里安娜女士 克莱恩一点也没有坚持 阿里安娜平和地看了她两秒 直接问道 你要对付独身者阿蒙 在贝克莱德的分身 是的 我希望获得隐秘的庇佑 克莱恩坦然回答道 这个时候 她心里突然泛起了点为难的情绪 因为这和她预期的不太一样 她原本的想法是 女神反馈祝福 提供庇佑 然后自己和伦纳德体内的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联手 清除阿蒙在贝克兰德的所有分身 这个过程中 并不会暴露伦纳德和那位偷盗者 途径天使的问题 可现在 庇佑变成了实体 会参与战斗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一旦出手 必然被发现 到时候 结局难以预料 难道 不用联合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了 让她只是做个情报提供者 分润部分战利品 克莱恩念头非转间 阿里安娜语速不快不慢地说道 我能提供隐秘的力量 让发生的一切都不会被亏见 但是 我不能保证 可以清除掉阿蒙在贝克兰德的所有分身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说她 可以办到这件事情 最了解阿蒙的 果然还是同一途径的序列一 克莱恩想了想到 阿里安娜女士 唯有成熟完备的计划 您只需要提供隐秘的力量 不用参与实际的战斗 其余的事情我会处理 阿里安娜点了点头 抬起右臂 弹开了手掌 一点点光芒随之亮起 深沉而璀璨 快速在那掌心勾勒出了一枚勋章 这勋章通体晶莹剔透 仿佛由黑色的宝石铸成 给人一种看它时 它确实存在于那里 不看它时 它就会消失不见的感觉 这是属于我的黑夜文章 它本身并不具备特性和力量 唯一的作用就是 一旦激发 会与我产生联系 无论你身在现实世界的哪个地方 阿里安娜简单描述到 当你开始行动前 记得使用它 我将为你提供隐秘的力量 如果你需要更直接的帮助 在激发的同时 用古赫密斯语 念出阿里安娜这个名字 这就等于一个固化的 指向本身的祭坛和仪式 嗯 到了天使未接 可以响应祈求的范围 扩大到了整个世界 克莱恩瞬间就把握到了 那枚黑夜文章的本质 作为一名鬼法师 他目前还无法响应祈求 这是到了序列三 才会拥有的特质 当然 作为海神 作为语者 他在这方面足够熟练 克莱恩没有推辞 接过了那枚黑夜文章 诚恳心理道 感谢您的赐语 说完 他在胸口顺时针点了四下 画出飞红之月 赞美女神 这样一来 他依旧可以和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联手 只要在激发黑夜文章时 出阿里安娜这个名字 就没有问题 赞美女神 阿里安娜虔诚回应 她的身影随之消失 就像被橡皮擦擦掉了一样 这时通过转化成隐秘状态离开 克莱恩有所猜测的 抿了下嘴唇 同时 他对阿里安娜 能来得如此快 充满疑惑 毕竟黑夜 途径不是擅长传送的类型 从领东郡教廷所在 赶到贝克兰德 肯定要花费不长 但也绝对不短的时间 我的一事 又不是祈求直接降临的那种 难道阿里安娜女士 正好在周围区域 在贝克兰德大区 这会不会太巧了 如果不是巧合 那问题更加严重了 她来贝克兰德区域做什么 暗流汹涌啊 克莱恩收回视线 耐心等待了一阵 然后才变回道恩 唐泰斯 她再次翻找出纸笔 于上面画了一个隐秘 与窥视柔和的符号 那符号最后一笔刚刚落下 主卧室内的全身镜 就发出了偏暗却纯净的光芒 紧接着一排排礼炮呈现于内 向着高空连发礼花 金色 银色 红色 蓝色 纷纷炸开 于镜中组成了一个又一个单词 欢迎归来 我伟大的主人 您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 见证您又拿回了一部分权柄 为您逐渐恢复的气息赶到战利 您终将归于那至高的位置 让整个世界在您的注视下变得平静 这可真够热烈的 每次都有新花样 克莱恩轻轻汗手 没有开口 礼花盛放中 那些单词崩散又重组 形成了新的句子 伟大的主人 您有什么吩咐 我有个问题 克莱恩平缓说道 在一个置身于黑暗中 会遭遇危险的地方 该怎么制造安全而纯粹的黑暗 那危险大概有两种 一是会让人直接在黑暗里蒸发消失 一是会被奇怪冒出的怪物袭击 全身镜表面 礼花平息 水光波荡 银色的单词一个个浮现了出来 伟大的主人 您指的是神器之地 这魔镜知道不少啊 顺便还送了我一个问题 克莱恩点了下头道 对 没有间隔的 阿罗德斯在全身镜上 显现出了一型又一型鲁恩文 神器之地的形成 与第二代造物主的陨落有关 那里黑夜的危险 应该源于两种本质力量的变异 这一是黑夜女神的神力残存 二是那位造物主遗留的影响 她本身就掌握着阴影 黑暗 堕落 污秽 异便方面的部分权柄 前者可以使生灵凭空消失 后者会直接让黑暗孕育出怪物 原来那两种危险分别源于不同的力量 难怪表现差别极大 阿罗德斯称呼 远古太阳神是第二代造物主 这和我猜测得很接近 阿蒙与亚当的父亲 并不是原初造物主苏醒 而是穿越者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克莱恩若有所思地问道 这么说来 第二代造物主的陨落 有 有黑夜女神参与 这是克莱恩隐约有些预料的 因为神器之地的黑暗里 人类会蒸发般消失这点 与神战遗迹夜晚不睡觉 必将奇异失踪的情况非常相像 而据小太阳讲述 原本执掌黑夜和隐秘 权柄的魔狼之王弗雷格拉 早在第二级元就已经陨落 不可能是他做的 所以 除非这中间 还诞生过另一位黑夜途径的神灵 否则那两种奇异 都很难不与黑夜女神产生关联 镜子表面 荧光很快收敛 凝称了一个单词 对 对 克莱恩正在追问 忽然又闭上了嘴巴 因为他记起了自己的身份 黑夜的眷者 所以 即使无人注视的情况下 也得注意对神灵的尊敬 不能去探求相关的秘密 当然 在挥舞之上那片神秘空间是除外 他正要转回归之前的问题 催促魔镜阿罗德斯列出办法 却看见全身境内 银色的单词自行蠕动 发生了变化 伟大的主人 您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 有个小小的请求 可以 可以不再讨论黑夜女神相关吗 这个问题的最后 出现了一个缩成一团的人物简笔画 正合我意 可莱恩刻意沉映了两秒的 好 镜子表面 银色痕迹的流淌 陡然变得轻快 单词一个接一个成型 您之前的问题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是主动接受污染 让自己转化为黑暗里的怪物 这些生物之所以在黑夜里不凭空消失 就是因为受到了堕落权柄的保护 这样一来 所有的黑暗都将是纯粹而安全的 第二个 是制造附带灵石梦境世界的黑暗 让灵体受到梦境的保护 这能有效延缓危险黑夜的侵蚀 第47章 另外一个可能 让灵体受到梦境的保护 延缓危险黑夜的侵蚀 这就和神战遗迹里 夜晚降临时必须睡觉一样 还有 神器之地的力量 应该是不受女神控制的 一旦消失在那里的黑暗中 肯定不会进入迷雾小镇 这会指向哪里 还是说留在原地 却再也无法和同伴和现实世界接触 直至饿死或老死 看完魔镜 阿罗德斯的回答 克莱恩有所明悟 大致把握到了重点 不过 他觉得这未必有用 因为太阳寻求纯粹的黑暗 是为了埋进正常不会融化的冰块里 浮食光之祭司魔药 一旦进入梦境 根本无法操纵自己的身体 完成那至关重要的一步 那样一来 就算在无光的黑暗中 坚持得再久 也没有任何意义 嗯 等小太阳 询问过白银城那位首席 结合他的回答 在考虑具体的方案 当然 在此之前 先从伦纳德那里 弄到相应的办法 明白该怎么制造 有临时梦境世界的黑暗 克莱恩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 认可了魔镜给予的答复 至于第一种主动接受污染 转化为黑暗中怪物的办法 他根本不做考虑 在超凡世界 这等于自杀 几乎不可能挽救回来 想到还有一个问题没用 克莱恩斟酌了下道 我可以从哪里获得 占卜加图进序列三分古代学者的魔药配方 全身镜的表面 水光又一次浮动 映照出了一座 没有自然光源的幽深殿堂 这幕场景 克莱恩很是眼熟 瞬间就回想起了 它代表什么 这是变成怪物的查拉图藏身的地方 然而 这一次 殿堂深处 不再有那模糊 而巨大的蠢事物 就在克莱恩瞳孔略微放大之际 一个又一个银色的单词 凸显于这幕场景的下方 伟大的主人 扎拉图不见了 我看不到他了 不见了 克莱恩一时 竟差点忘记呼吸 他虽然早就知晓 扎拉图回归了 毕竟这是他打开 迷雾小镇之门 带来的连锁反应 但他没想到 这位大佬 已悄然离开过去居住的殿堂 不知去向 就连魔镜阿罗德斯 都无法发现他的行踪 他又在谋划什么 克莱恩越想越 有点背脊发凉的感觉 已然成为序列四半神的他 目前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他对灰雾之上 那片神秘空间的掌控 还不够 暂时只能收敛 渗透于现实世界 附加于自己身上的特殊 让相应途径的非凡者难以看到 还无法压制非凡特性聚合定律 而那片灰雾 一次又一次证明 自身对占卜加途径 学徒途径 偷盗者途径的非凡者 或封印物 有无形的吸剧能力 其中 对占卜加途径效果最明显 再加上我本身也算是 吸引力不弱的序列四 鬼法师 每天查拉图突然来到贝克兰德也 不是不可能 克莱恩保持住表情不变 对正更换场景的全身近道 我知道了 魔镜阿罗德斯呈现的下一幅画面 克莱恩同样熟悉 那是霍纳奇斯山脉顶峰的 安提格努斯家族宝藏 正幕场景的下方 同样有一行银色的单词 飞快浮现 伟大的主人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但我看不出来是什么 只能知道 他相对前面两种会容易一点 这次没有那本 安提格努斯家族笔记了 也是 他会引导持有者 前往霍纳奇斯山脉主峰 寻找安提格努斯家族的宝藏 和前面那个选项 属于可以合并的类型 魔镜 阿罗德斯都看不出来的 可能是什么 结合我对占卜加 途径所属势力的了解 这是指 向女神祈求 女神是隐秘之母 所以想让阿罗德斯看见答案 他就可以看见 不想让他看见 他就什么都看不出来 克莱恩思绪发散 很快有了联想 当然 他并不认为自己 直接祈求 就能获得古代学者魔药配方 这实在太过荒唐 就向小孩子做游戏 从职业者的经历出发 他怀疑 可能得积攒到足够的贡献 才能通过仪式 从黑夜女神那里 拿到古代学者的魔药配方 积攒功勋 这真是一个 让人感觉熟悉的词组 克莱恩无声窥探 心里已是有了些思路 很显然 怎么积攒功勋 是有提示的 那就是 处理好灵教团 人造死神派的问题 不过 克莱恩怀疑女神那里的占卜家 图进魔药配方 很可能只到古代学者 没有后续天使未接的 因为当初 安提格鲁斯家族那位天使 没有直接陨落 而是逃到了隐秘宫殿内 失控为怪物 处于半封印状态 另外 语者牌也在那里 没被取出 这个时候 克莱恩还预备问一下 阿蒙分身的事情 可忽然想到 老鼠半神的记忆里 以偷盗者途径 天使和阿蒙对他 做出警告的 正是一面镜子 念头电闪间 克莱恩眼睛微眯了一下 望着全身镜 点了下头道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你回去吧 之后再有事情 我会召唤你的 是 主人 再见 主人您忠诚谦卑的仆人 阿罗德斯 随时等待着 回到您的身边 那面镜子上 一道道光影汇聚 或组成文字 或演化为一个 灰手的简笔人 等到一切恢复平静 克莱恩转过身体 拿起之前画符号的纸张 啪地打了个响指 让他窜起了赤红的火焰 灰烬一点点往下飘落中 他摊开了左手 掌心躺着两条 闪耀出立体神秘符号的 透明如虫 那两条如虫轻轻扭动 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命力 让整个卧室 一下充斥起疯狂 诡异的变化感 让周围光影 十亮十面 没有一点规律 这正是克莱恩 分离出来的灵之虫 突然 克莱恩伸出右掌 猛地按向了 那两条透明如虫 插那之后 他的手掌停顿了下来 处在刚好碰到 灵之虫的位置 手掌抬起又落下 落下又停顿 停顿又抬起 连续几次后 克莱恩面无表情的 骤然发力 无形而虚幻的破裂声里 他的脑袋呼得一阵刺痛 这让他有种 灵魂被撕裂的感觉 比遭遇枪击刀割 更加痛苦 克莱恩用小丑的能力 控制住脸部肌肉的抽动 缓了几秒 才抬起右手 揉了揉额脚 于心里暗自咕弄道 果然 每一条灵之虫的死亡 都会带来灵体的损伤 我目前的极限 应该是六条 嗯 暂时不尝试了 先看一看 需要多久才恢复 还好这属于 能够忍受的类型 要不然 激烈战斗里 如果蜜偶被摧毁 又没来得及 收回灵之虫 就危险了 嗯 和阿梦的十只虫 分身不同 鬼法师的灵之虫 不是蜜偶被消灭 就一定会死亡的 绝大部分情况下 鬼法师都能及时回收 因为本体和蜜偶之间的距离 不是那么夸张 确认好情况 等到灵之虫体内 蕴含的非凡特性 回归了本体 克莱恩又翻找出材料 不知起疑是 向鱼者祈求 经过一番上下来回的操作 克莱恩利用 两条灵之虫的残留身躯 两个银质的薄片 和之前 抄露的部分立体 复杂符号 这来自 急于水银之蛇威尔 昂塞厅的那件物品 制造出了两枚银黑色的子弹 这两枚子弹表面 都铭刻着 难以言喻的奇异花纹 他们一直延伸往内 似乎在中心位置 交汇余了一点 整体则光芒幽深 却不显暗淡 仅是看上一眼 就会给人思绪置缓的感觉 克莱恩抛了下金币 用占卜的方法 结合灵性直觉 迅速把握到了 手中两枚子弹的能力 一旦被他们命中 目标会立刻陷入麻痹状态 这种状态 依据各自灵体的强度不同 会维持不同的时间 哪怕序列三的胜者 也会有那么一两秒的僵硬 这超出了我 本身能力的范畴 当然 前提是能够命中 嗯 这源于挥舞力量的加持 这两枚子弹 和窃运者符咒 应该处在同一层次 虽然我的灵之虫 还比不了阿蒙 帕列四的十只虫 但之前我能调动的挥舞之上 神秘空间力量 也明显不如现在 就叫他们 呃 控灵子弹 克莱恩从夜下枪袋里 拿出桑中手枪 斗甩出转轮 将两枚银黑色的 控灵子弹塞了进去 接着 他在祭坛旁边 摊开信纸 洛比写道 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 寻觅较高层次的符咒 或非凡子弹 愿神与你们同在 向你提出了三点要求的某某某 这封信是写给灵教团人造死神派 那位帕特里克 布雷恩的 有手下不用 不就等于浪费吗 克莱恩边咕弄 边折好信纸 就着刚才的祭坛 召唤起帕特里克 布雷恩的信使 他的书桌表面 一点点漆黑的火焰奇异冒出 飞快凝聚在一起 化成了一只长着暗淡羽毛的半透明鸟类 这灵界生物 瞄了克莱恩一眼 缓慢低下脑袋 叼起了信纸 看着他消失不见 克莱恩微微点头 于心里自语了一句 帕特里克的契约伙伴 层次也不低啊 他很快收敛住思绪 又抽出另一张信纸 刘畅写道 我已得到隐秘的许可 你可以尝试搜集 偷盗者途径半神层次的物品了 另外 我找到了识破命运窃取和顶替的办法 你不用太过着急 你是否懂得 制造包含临时梦境世界的黑暗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去停电一次 帮我利用30782制作扬眼子弹 这变异的太阳圣灰内 蕴藏着一滴永恒烈阳的神血 只有充分提高自己的力量 才能更有把握 对付阿蒙的分身 第48章 前奏 平斯特节7号 专程回到家里 参加塔罗聚会的伦纳德 刚要出门 去圣塞缪尔教堂弟弟翻阅资料 为晚上安抚魂灵的行动做准备 眼前突然一花 看见了 那提着四个金发红颜脑袋 身穿阴沉繁复长裙的姓氏 作为一名安魂师 他已能直接看见灵体类生物 结果克莱恩寄来的信 伦纳德还未来得及说一声谢谢 雷尼特提尼克尔就转过身体 走入了虚空 毫不停留 老头 为什么克莱恩会有 会有这种层次的姓氏 这是卷者的 的福利 伦纳德忍不住压低嗓音 询问起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 他最初还幻想过 这是塔罗会成员的标准配置 后来发现 是自己想太多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那略显苍老的声音 当即黑了一声 应该是独属于克莱恩 莫雷蒂的 每个人都会有点特殊的规御 不是吗 就算是你这种家伙 不也一样 我还以为你会用残缺的天使来描述他 结果改成了这种层次的姓氏 不错 还记得我的提醒 伦纳德撇了撇嘴角 展开信纸 阅读起上面的内容 果然是隐秘和命运的卷者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 借助伦纳德的眼睛 快速扫了下开头 伦纳德没看地面 直接后退几步 将自己扔入了沙发的怀抱 然后才到 克莱恩能是破命运的窃取和顶替 那我们就不用着急搜寻偷盗者 图进半身层次的物品了 你就算着急 也不知道去哪里搜寻啊 帕列斯顿时吃笑了一声 即使那个命运影师们的聚会 类似的物品 也得好几年才可能出现一次 而下一次召集 要到年底了 伦纳德一时竟找不到话语应对 只好将目光投向后面两段内容 短暂的沉默后 他低笑了一声 我一直都在奇怪 面对梅高欧斯的时候 克莱恩哪里来的太阳领域高级符咒 之前还以为是那位死亡执政官给的 但又不太理解 一个死亡领域的天使 搜集太阳领域的高级符咒做什么 自杀吗 现在 总算明白了 老头 我也不是没持有过3078啊 为什么你就没发现 里面隐藏着一滴永恒烈阳的神险 如果你能提前窃取点力量出来 当初就不会 不会 伦纳德本来是要以此事嘲笑老头 可说着说着 却沉默了下来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 在他脑海内叹息了一声道 如果那低神血随便就能发现 那没变异的太阳徽章 就不会再停根了 伦纳德默然几秒 转而问道 那我该怎么找机会 拿到那枚圣徽 制作扬言符咒 虽然克莱恩在信里说得很轻松 但伦纳德知道 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 因为他 已经不是停根式的职业者 就算现在 回去拜访以前的同事和队友 也没有资格进入那扇查尼斯门 听见他的问题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 没好气地说道 这种小事还来问我 你自己不会思考啊 伦纳德不自在地倾咳了一声 忙掉动脑细胞 开始认真地寻找办法 我现在是单独行动 但大主交给了 我从涉及区域 抽掉当地职业者帮忙的权利 嗯 如果贝克兰德的这些魂灵 都已被安抚 但我还未彻底消化魔药 是不是就能向其他教区发展 这个时候 若停登刚好有一起闹鬼事件 那我就能合理地回去 抽掉两位职业者 取用30782了 等伦纳德 自言自语完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呵呵笑道 还行 这么快就找到了思路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是去安抚 而不是进化 这点和取用30782矛盾 容易引人怀疑 得到肯定的伦纳德 当即笑了一声 老头 你这就不懂了吧 我最初加入职业者小队的时候 接受的教育里有这么一条 在你有能力进化的前提下 安抚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罗塞尔大帝也说过 解决问题要一手大棒 一手胡萝卜 帕列斯 索罗亚斯德 随即择了一声 那就按你说的去做 当然 前提是你能在一两周内 完成安东尼 史蒂文森给的那些任务 如果等到清除阿蒙的行动正式来临 还未拿到扬言 子弹也就没那个必要了 伦纳德回想起 那写满了好几张纸的任务列表 额头顿时抽动了一下 他旋即强迫自己 忘记这个烦恼 于心里咕弄到 成见那个血族的任务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始 也不知道 血族有没有偷盗者 图进半神层次的封印物 临时的梦境世界 我自己就能制造 可以找机会做成符咒 但这种层次的力量 能抵御神器之地黑暗的侵蚀吗 乔武德区 移动房屋内 福尔斯拿着一本小说 坐在沙发上 看着修走向门厅 穿上了外出的靴子 不用这么急 那位先生没那么快 把调查任务发不出去 终于 福尔斯按那不住疑惑 开口说道 修瞥了他一眼道 我是一个赏金猎人 我还有别的任务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犹豫着说道 福尔斯 你有没有觉得 正义小姐很像 奥黛丽小姐 福尔斯挣了好几秒 才回过神来 下意识摆了摆手 呵呵笑道 怎么可能 他话音未落 脑海内 已是闪过了一个个 相似之处 眼睛越睁越大 隔了一阵 他低语道 也不是不可能 观众途径 心理炼金会 贵族小姐 金发闭眼 我认识的贵族里 只有他一个人符合条件 当然 我不认识的贵族更多 而且 就算认识的那些 也不会让我知道 他们是否与心理炼金会有关 修完静听完好友的话语 思索了一下道 福尔斯 你还记得奥黛丽小姐 委托给我们的那些任务吗 我原本以为 这来自霍尔伯爵的授意 现在想一想 或许来自 嗯 聚会 还有 我们是怎么知晓 语者先生遵命的 你还记得吗 从格兰林特子爵 那里借来的书中 他的封皮里 藏着一张古旧的纸 福尔斯有所恍然地点了点头 我们能发现 作为格兰林特子爵 好友的奥黛丽小姐 也有可能发现 这就可以解释她 为什么能加入聚会了 嗯 修赞同了福尔斯的猜测 福尔斯张了张嘴 正要再说点什么 忽然想起血足监控 未遂之事 连忙警惕地左右 看了一眼道 休 我们平时尽量少讨论 聚会相关的事情 奥黛丽小姐那边 呃 我们一两周就会见一次面 到时候再观察 休一下警醒 重重点头道 好 他随即开门出去 一路来到位于 东区的某家酒吧 坐到了吧台位置 敲了敲桌面 他对抬起脑袋的酒宝道 今天有什么新的任务 那酒宝简单讲了讲大概 没说有谁要调查一位 叫做欧内斯 伯雅尔的先生 果然得等到明后天 休私下看了看 收回目光 略感疑惑和关心地 开口问道 好久没见到谢尔曼了 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 那是一位认为自己 应该是女性的年轻男子 是休的线人之一 酒宝黑了一声道 也许跟哪个男人跑了 你知道的 只要有男人喜欢他 他总是很乐意 这并不是值得歧视的事情 休认真反驳了一句 莫名有点担忧 他将手一撑 跳下了高脚凳 准备去谢尔曼经常活动的 其他地方找一找 贝克兰德桥区域 铁门街 勇敢者酒吧 埃姆林按低礼帽 捏住鼻子 穿过各种气味混杂的人群 在一间纸牌室内 找到了红眼睛的伊恩 怀特先生 这次有什么事情 伊恩笑着 将埃姆林 引到了没人的桌球室 埃姆林取下帽子 嘟囔道 一件小事 报发布一个委托给赏金猎人们 内容是 跟踪一个叫做欧内斯 伯雅尔的人 弄清楚他的日常行动轨迹 赏金 100磅 100磅 伊恩下意识反问了一句 就跟踪调查这种事情来说 100磅实在是非常夸张的悬赏 要知道 一个赏金猎人 如果能单独完成这个任务 那他完全可以休息一年 哪怕要养家 埃姆林点了点头道 目标比较危险 经过之前塔罗会的讨论 他现在已经想得很清楚 相信跟踪欧内斯 伯雅尔 绝对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那位血足自觉肯定会装作没有发现 并故意给出固定的行动轨迹 所以 这100磅 其实是给审判 小姐冒着暴露风险 加入共同行动的报酬 当然 为了误导和遮掩 到时候 肯定会是多个赏金猎人 各自完成了一部分 分别得到不同金额的报酬 埃姆林只能保证 审判小姐拿到的是 最多的那份 这样啊 伊恩理解的伸手道 预付金 具体地址 危险程度 相貌特点 如果有画像更好 埃姆林随即给了30磅现金 和有欧内斯 伯雅尔肖像化的资料 红眼睛 伊恩翻了翻手中的纸张 脱口出道 是的 埃姆林轻轻汗手 左右看了一眼 压低嗓音道 还有件事情 帮我搜集在贝克兰德的 玫瑰学派成员的线索 玫瑰学派 伊恩正了一下 迷惑反问 似乎从未听说过这个名称 第49章连体人 埃姆林瞥了伊恩一眼 抬手捏了下鼻尖 呵呵笑道 看来你听不懂 好吧 更简单的描述是 帮我搜集从南大陆 尤其是从新兴高原 帕斯河古来的外乡人的情报 具体是哪方面的情报 在贝克兰德的纯种南大陆人可不少 有相应血统的 更是经常能见到 伊恩没应受到鄙视而愤怒 冷静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埃姆林笑了一声道 比较反常的那种 形式鬼祟 神神秘秘的那种 你应该明白 我在说什么 符合你描述的高原人和河谷人 肯定也不少 他们在贝克兰德不是做仆庸 工人就是当小偷 参加黑帮 而后面那些都满足行为反常 鬼祟神秘的条件 伊恩诚恳地指出了 埃姆林要求的不切实际 埃姆林对此却早有准备 带着不明显的笑容 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道 这样 符合条件的情报都给我 我自己做筛选 嗯 这个委托先支付你50磅 作为前期调查的基本费用 后续按照搜集到的情报里 具体有多少条具备价值来计算 每一条多付20磅 有没有价值 谁说了算 伊恩想了几秒 开口问道 在他这里 前期有50磅收入 委托其实就能够接了 这笔钱足以雇佣十几个人 从早到晚 从东区到乔武德区 调查半个月 他并不在意 自己能从这50磅里赚到多少 因为不少人依赴他生存 必须时不时给他们 安排一些有报酬的事情做 要不然 他根本做不到消息灵通 埃姆林打量了伊恩两眼 喝了一声道 当然是我 你应该很清楚我的信誉 他侦探可没有告诉过我这一点 伊恩嘀咕了一句 叹了口气道 好吧 上次合作还算愉快 我选择相信你 埃姆林满意点头 拿出钱加 又数了总面额达到50磅的钞票 这个过程中 想到自己的积蓄 只剩下407磅 埃姆林一时竟有点舍不得 现在是357磅了 他收回看着一张张钞票的视线 将手中的现金递给了伊恩 他没再停留 戴上礼帽 走出桌球室 离开了勇敢者酒吧 到了街上 埃姆林松开捏住鼻子的手指 抬头看了看火烧一般的云朵 表情逐渐沉宁 无声自语道 这次那个怨魂不在 去了哪里 哼 伊恩表现得像是 从来没听过玫瑰学派 但他心跳的加快出卖了他 还有 他这次既然没有问夏洛克 莫里亚帝是否已回到贝克兰德 一点也不担心 难道夏洛克已经返回贝克兰德 并且与他见过面了 罗斯德群岛 慷慨之城拜亚姆 一栋亮着煤气壁灯 临近港口位置的房屋外面 心之上将加德利亚 带着挽起了衬衣袖子 露出棕色汗毛的弗兰克 里 走到无人的角落中 看着一道身影 从阴暗处长了出来 这是负责监控工匠夏尔夫的无邪者 希斯 道尔 他身材瘦高 皮肤苍白到有点透明 一副风吹来 就会倒下的虚弱模样 这段时间有异常情况吗 加德利亚推了推鼻梁上 架着的金边眼镜 希斯 道尔 恩了一声道 你们离开后的第三天 有个陌生人来拜访夏尔夫 待了大概一刻钟 我没有靠近 害怕被发现 按照船长你的吩咐 我有让手下跟踪那个陌生人 但被甩掉了 那个陌生人长什么样子 加德利亚微微点头道 希斯 道尔从腰间的皮质小包里 掏出了一块生的牛肉 上面的血液依旧新鲜 却没有污染触碰到的任何地方 紧接着 这块牛肉在希斯 道尔的手中融化了 流水一样滴落至地面 有生命般蠕动 描绘出了一幅肖像画 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弗兰克 理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一幕 相当激动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希斯 道尔在他的注视下 颇有点躲闪之意 边身体略微倾斜 边指着地面道 大概长这个样子 此时 一幅血色画卷已然成型 主体是一个留着两撇胡须 五官特色 接近帕斯和古人众的男子 他最大的特征是 两边耳朵上 各镶嵌了三根耳钉 黄金制成的耳钉 身材精瘦 没什么脂肪 但很健康 希斯 道尔补充说道 加德利亚随即收回 望向地面的视线道 然后呢 希斯 道尔又嗡了一声 之后再没有人来拜访夏尔夫 除了他雇佣的零食仆庸和厨师 我安排手下调查过了 他们都没有问题 夏尔夫每天会固定在傍晚散步 找一个战阶女郎回家 直到天亮才让对方离开 我一直在跟踪他 没发现他途中 有接触奇怪的人 他这段时间 一直表现得很正常 加德利亚 眉头微皱地问道 在他看来 没有异常 就是最大的异常 毕竟这涉及信仰 原始月亮的玫瑰学派成员 希斯 道尔肯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 加德利亚侧头望了眼 那栋房屋的正门 沉吟了片刻才到 我原本打算 利用非凡能力潜入 以最快的速度 控制住夏尔夫 将他带走 避免意外 可现在看来 最好的办法是 直接敲门拜访 未知的威胁 最让人恐惧 船长 我和你一起 弗兰克 理想到自己最近忙于实验 已很久没做过 大夫该做的事情 连忙开口请求道 加德利亚边 取下那厚重的眼镜 将他挂着 黑色巫师袍的腰带上 边点了下头道 好 说完 他离开阴暗的角落 走向了 工匠夏尔夫住所的正门 临近后 他抬头望了眼 高空穿透云层的红月 曲起手指 轻敲了三下房门 没过多久 一阵脚步声靠近 整门吱压一声打开了 工匠夏尔夫 和上次相比 没什么显著变化 依旧经瘦偏黑 眼带有点浮肿 棕色的眼眸里 是努力挤出来的笑意 上将 这次又有什么事情 他立在门口 挡住了背后的煤气 避灯光芒 让这片区域 显得悠悠暗暗 让自己仿佛进入了阴影 加德利亚凝视了他几秒 缓慢开口道 我有了新的想法 打算让你成为我的船员 他双脚一动不动 毫无进门的意图 工匠夏尔夫表情扭曲了一下 语气陡然变得有些阴森 为什么 加德利亚的眸光 突然略有凝固 接着缓慢开口道 因为我是一个海盗 海盗不需要理由 想做就做 全凭自身乐意 夏尔夫脸庞肌肉抽动了一下 眼眸里重新流露出些许笑意 我可以成为您的水手 不过 作为一名工匠 还是在大城市 更能发挥我的作用 我赞同你的说法 加德利亚娃 解着对方的抵抗意志 但在此之前 你需要到我的未来号 上代一段时间 和其他人成为同伴 夏尔夫的神情 缓慢变得阴朗 嗓音略有点缥缈地回应道 我害怕控制不住自己 我每天都有强烈的繁殖欲望 强烈的繁殖欲望 弗兰克 离在旁边 听得眼睛一亮 确认般反问了一句 夏尔夫正了正 竟不知该点头 还是摇头 弗兰克随即看向心之上 将加德利亚 略显兴奋地问道 船长 这就是给我的实验助手 我太喜欢他这个特点了 加德利亚沉默了好几秒钟 缓慢而凝重地汗手道 是的 弗兰克立刻就露出了爽朗的笑容 向工匠夏尔夫伸出了右手 很高兴认识你 自我介绍一下 未来号的大副 弗兰克 李 夏尔夫的表情恢复了正常 疑惑地和对方握了握手 然后才到 真的只在未来号上待一段时间 我以我的名誉作保障 加德利亚诚恳回应 并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 用不了多久 女王就会亲自来处理你的问题 好吧 反正我也打不过你 夏尔夫耸了耸肩膀 请允许我收拾下个人物品 他随即后退两步 转过了身体 走向大厅尽头的楼梯口 走着走着 他忽然停顿 背对加德利亚和弗兰克 李 轻飘飘慢悠悠地说了一句 今晚的月光一如既往的美丽 不是吗 没去等待回应 他继续前行 消失在了楼梯口 直到此时 加德利亚脸上的凝重 才逐渐明显 夏尔夫开门之后 他已经用自己的眼睛 看出了对方的异常 如果说过去的夏尔夫 灵体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那现在就是一个连体人 这连体人 在月光的照耀下 正飞快滋长壮大 这不是我能够解决的问题 得写信告诉女王 还有 不能忘记格尔曼 斯帕罗的见面请求 加德利亚无声叹息 下意识仰起了脸庞 高空 云层稀薄 一轮红月明亮而安静 贝克兰德 希尔斯顿区 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 道恩 唐泰斯和马赫特议员 分别走下马车 一起进入了门厅 第五十章 排局 进了东拜朗退伍军官俱乐部 克莱恩刚将手杖和帽子 交给贴身南普恩尤尼 就看见卢恩国防部 共职的加尔文上校 穿着一身陆军服装 军官露出笑容 对着道恩 唐泰斯举了下杯子 好久不见 确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克莱恩含笑走了过去 加尔文上校随即伸出右手 祝贺你 这次做得相当不错 所有人都很满意 我也很满意 克莱恩用鲁恩时的含蓄 表达了合作愉快这层意思 并伸右手和对方握了一下 加尔文收回手 瞄了眼道恩 唐泰斯旁边的马赫特议员 叹息笑道 你最初介绍道恩的时候 我还不太相信你的眼光 现在我明白了 你为什么能成为下院议员 所有和道恩相处过的人 都能轻易得出 他是这方面专家的结论 马赫特议员 同样用鲁恩时的含蓄 接受了上校先生的赞美 加尔文收回目光 抿了口红酒 微笑看了看道恩 唐泰斯 闲聊班问道 你这次赚了多少 放心 我不是为了之后压价 而是单纯好奇 价值两万磅的黄金 克莱恩取了个中间数回答 实际上 他赚了两万五千磅 但支付给了信使小姐 只赚了一万五千磅 加尔文上校点了点头 不错 如果你需要将那些金条 弄成金币 我可以给你介绍 皇家铸币厂的人 怎么样 这次在梅桑耶斯的领地 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吗 克莱恩没做回想 直接说道 有 他那里有个叫做 复活广场的地方 被闪电击毁了 这个我知道 加尔文上校表情略显 民众的回应 那你大概不知道 就是你面前 这位制造的闪电 克莱恩笑了一声 转而说道 还有 梅桑耶斯看似在多个势力之间 维系着脆弱的平衡 但他实际上 已经暗中投靠了某一方 当然 我并不清楚是谁 他没想过要出卖 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 只是稍微透露一点 取信鲁恩军方 唯一能确定的是 不是我们 加尔文上校 目光深沉的汗手道 应该也不是英帝斯人 克莱恩帮他们 排出了一个错误选项 加尔文上校 嗯了一声 那还好 梅桑耶斯周围的几个势力 绝大部分是英帝斯人扶持的 他如果想扩张 肯定绕不开这些 到时候 也许我们又能卖武器了 说到这里 他举了举杯子 风暴在上 愿大家一起发财 作为黑夜女神的信徒 克莱恩和马赫特议员 对此只能笑一笑 不做直接的回应 又抿了口红酒后 加尔文折指二楼 道嗯 今天找你来 是让你陪一位大人物打牌 德州 哪位大人物 克莱恩饶有兴致地问道 加尔文表情严肃了一点 擒着不太明显的笑容道 艾米流斯上将 他重新被启用 目前主导着国防部 艾米流斯上将 那个弟弟被免去总督职务 情妇惨遭欲望母树侵蚀 自己丢掉了中苏尼亚海海军 最高统帅职位的上将 我和他合作过呀 还假扮过他一段时间 果然 对一位半神来说 只要不做得太过分 愿意忍耐 总会走出低谷的 克莱恩回想起了 奥拉维岛发生的种种事情 一时颇有点感怀 对于这位艾米流斯 利维特海军上将 他内心还是有些愧疚之情的 虽然当时发生的大部分事情 实际都与他无关 但对方情妇的一变 终究还是因欲望母树 想控制他引起 也就是说 以后我们的合作 需要这位上将阁下的批准 克莱恩壮四恍然地问道 是这样 加尔文上校点了点头 指着通向二楼的阶梯道 我们上去吧 来到二楼 停于一扇对开的暗红色大门前 加尔文侧头看了道恩 唐太斯一眼 你今天的任务是 输钱 输钱 克莱恩上下打亮了加尔文几眼 嘴角一点点上敲道 我会努力的 旁边的马赫特议员随之笑道 其实你不用太刻意 艾米流斯上将排挤很好 你就算想赢钱 也几乎没有可能 我每次都输 只希望今天不要输太多 要不然 我都不敢回家了 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我只带了200磅现金 这会不会不够 肯定不够 加尔文上校呵呵笑道 已经给你兑换了1000磅的筹码 之后过来 记得还上就行 卢恩的高级大律师们 明面上 一年也才1000磅上下的收入啊 你们这群腐败分子 克莱恩又上下打亮了加尔文几眼 这位上校先生毫无所觉 抬手轻敲起房门 等待了一阵 对开的房门 吱压一声后退 显露出了里面的场景 那是一个铺着厚软地毯的大厅 没有太多的家具 看起来颇为空旷 可供十几个人玩的牌桌 周围是风格奢华的一张张高背影 大厅的边缘 则有镶嵌黄金的家具 大理石雕成的塑像 摆放着书籍报纸的茶几 皮质的一组沙发 克莱恩一眼望去 就看见了坐在最上手的 艾米留斯·利维特 这位海军上将与之前相比 没太大变化 黑发整齐后书 蓝毛幽暗深沉 嘴角略微下垂 脸上眉流胡须 气质古板严肃 穿着有尖章的深蓝衣物 每一处细节都不马虎 极为认真 目光一转 克莱恩又发现了另一位熟人 他有着浓密淡不杂乱的黑色眉毛 留着短而硬的铜色寸发 眼眸深蓝近黑 鼻梁高挺如同山峰 嘴巴周围延伸出了大片胡须 轮廓深刻 脸型较长 线条冷酷 极有硬汉味道 这是军情九出的副处长 丘纳斯·科尔格 这是克莱恩回到贝克兰德的目标之一 是魔女教派和王室某派系贩卖人口的中间人 是贝克兰德大雾霾的帮凶 这位少将副处长肩膀异常宽厚 将白色的衬衣和黑色的马甲 撑得异常紧绷 正专心致志地玩着德州扑克 一张牌桌上有两位 不 三位半神 这牌还怎么打 有意思 克莱恩找了张位置坐下 观察起牌桌上其他人 这个过程中 逝者送来了大碟筹码 总计价值1000磅 最初几局 克莱恩看了下牌 就直接扔掉 表现得很是谨慎 似乎不拿到好的手牌 绝不加注或者跟注 而易米流斯上将的风格 正好和他相反 一点也不保守 几乎把把都跟 不断加注 极富攻击性 凡是有他参与的牌局 很少能到摊牌阶段 绝大部分人都无法承受那种压迫 以及上将自带的威严 跟了一圈或者两圈后 就纷纷弃牌 其中 有人试图抓艾米流斯 利维特的诈呼 结果遇上了这位上将的四条九 脸色顿时苍白 就像被法官宣判了死刑 丘纳斯 科尔格又是另一种风格 他时不时会输掉一把 但筹码总额较少 没有太大的影响 而等到输掉后的下一把 他往往会成功清空 上次赢他那位的筹码 让对方不得不花钱 再买入新的筹码 何必呢 和中低序列的非凡者 甚至普通人打牌 为什么要用能力作弊 别人看不出来 我还不清楚 一个是仲裁人途径的气势威压 一个是腐化男爵的贿赂 克莱恩看了下 只有红桃五和梅花九的底牌 微不可见地摇了摇头 他忍不住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如果自己想作弊 占卜加途径 有哪些能力可以提供帮助 把牌局对手全部变成密偶 这样想赢多少 就能赢多少 利于不败之地 可没有实用价值 又不是筹划死亡扑克大赛 可惜 这里没什么蚊子 要不然 我可以控制他们的灵体之线 让他们密偶化 帮我去看别人的底牌 无面人 只能变自己 不能变牌 魔术师的幻术 和普通人 中低序列非凡者打牌 效果应该不错 但这里有两位半神 用小丑的手腕能力换牌 没用 发牌 洗牌 都是试者做的 思绪电闪间 克莱恩发现 似乎只有占卜加本身的能力有用 他丢出两张底牌 试一步根 然后拿起一枚金属制成的筹码 让他在指缝间来回翻转 这个时候 艾米流斯 利维特突然抬头看了他一眼 接着收回目光 推出了一堆筹码 果然 克莱恩毫不意外地 在心里点了下头 上次合作时 他就知道 艾米流斯上 将能从所处位置的不同 分辨普通人和非凡者 并怀疑对方 甚至可以判断一个非凡者的层次 也就是位置 不过 克莱恩对此并不是太担心 因为鬼法师 有一定的隐秘能力 这也是 他到了序列四后 能收敛挥物加持于自己身上的 那种特殊的原因之一 这让他确信 对方发现不了自己的位阶 但没提前做相应干扰的他 怀疑艾米流斯能看出 自己是一个非凡者 所以 他干脆主动展现出了一点问题 显得很容易就被看穿 很容易就被掌握